我现在看到在载的是特斯拉电池组里面的一节电芯 那我想给各位提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节电芯已经砍成这样了 但是它不起火 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节电芯 也是特斯拉的18650 看到了吗 用的是一根小钢针 在电池上来了一锤 结果怎么样 这个画面效果还受得了吗 电池壳都已经被烧红了 那今天为什么我要讲这个电池的事情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的动灵男神林志盈 今天开了两Model X出了事故 结果这辆车已经被烧成这样了 就算是一旁的消防员 他一直给电池包在降温 但我们还是可以清楚的看到 里面的电池在不断的燃烧和爆炸 在这里你不用有任何的猜想 只要是电车在事故中碰到了电池包 只要是电池包里面的有一节电池破损了 那么燃烧起火它是必燃的 那么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先来带你们看一个小实验 先来打开一节电芯 我们大家都知道里面有一种稀有金属叫锂 锂它是一种非常非常活跃的金属 它甚至能与水和空气发生一些剧烈的反应 不信你就不要眨眼睛 它是在水里你看看它 那么如果要爆炸燃烧 它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要有足够的温度 第二个是要有易燃物 第三个是要有氧气 而我们拿一节18650电池为例 中间是它的正极 外壳是它的负极 然后当电池里面有足够电量的时候 我们拿一个电片 把它正负极短阶 短阶的一瞬间 它就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那我们知道这样会产生大量的热量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电池的内部结构 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把电池的正极 离结为一张铜箔 把它的负极离结为一张铝箔 然后中间再加上一张隔膜 把它们隔开之后卷起来 到最后再放进电池外壳 那我们再想一下 如果中间这张隔膜 在外力的作用下破了 那么这时候正结的铜箔和负极的铝箔 就会粘在一起 此时在电池的内部 就会产生大量的热 这下好了 易燃物有了 空气有了 热量也有了 可以开启烧烤模式了 然而还有一种会损坏 电池隔膜的方式就是过冲 过冲对电池的伤害是不可逆走的 在过度充电的时候 电池的内部会形成一种叫织晶的物体 这个织晶是完全有能力 戳破正斧级中间那张隔膜的 所以现在你知道 为什么厂家叫你三元力电池 直冲到90%了 还有我们开特斯拉小伙伴 假如遇到不好的情况 第一时间去拉掉这个保险